第七十七集 石英丽走过来很爽快的,取了自己的处袋,递给豆法糖的人。 这里三万六千块零食,买底缠上升。 猪猪眨了眨眼,吃惊地看着三师姐,他拿出他与二师兄两个人的全部零食买底缠上营,那一定不是他一个人的意思。 银子张走过来。 我们也全买大师兄赢吧。 啊,猪猪不解地望着银子张,他与二师兄两个刚才不是一副对大师兄没什么信心的模样吗? 蠢猪,那失败赢不了大师兄的。 银子张敲了敲他的脑袋一下。 二师兄也这么说,石英绿笑咪咪道。 两个天天跟大师兄打架的人都这么说,那他没道理不相信啊。 这里一万一千块零食,还有这里两万三千块零食,也买底缠上售。 猪猪难得豪气地把装了零食的储物袋放到大木岸上,想了想又加了绝。 我身上零食不够,嗯,拿丹药折架成零食投注,行不行? 收投注的豆法堂弟子被他们的重注吓了一跳,想了想慎重道。 可以是可以,不过现在要尽点丹药,可能来不及了,而且你们的注码太重,裴绿会改动一下。 啊? 猪猪郁闷了。 最终丹药投注没成功,裴绿也改成了五比一。 石英绿揽着他的肩膀安慰道。 没关系,只要大师兄赢了,我们还是打转。 猪猪咬牙。 嗯,就为了我们的全副身家,大师兄,你一定要赢啊。 底缠上语失败,提前进入赛场准备,没听到猪猪的诚心助导,也不知道师弟师妹们拿出全部的零食支持他。 如果知道了,多半会插腰大笑,得意的自吹自擂三万字。 助击后期高手出战,在坟城斗法堂也并不多见,所以观众的数目比刚才姬幽谷他们看到的那一场还要多。 整个观众席密密麻麻全是人。 底缠上和十百亿出场,许多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便纷纷地大声起哄。 这不是明摆着骗钱吗?一个小孩子怎么可能是助击中期修士? 不过,所有吆喝退入场费的叫骂声,在底缠上展露出真正实力气势时,统统地变成吸气声。 一些眼尖的助击期修士更看出,底缠上的年龄绝对不是外表看上去的那么小,再一想到他是圣志派的弟子,消极灵通的都马上想到他的身份。 圣志派向来低调,但是底缠上基幽谷这样的天才修士,在门派之间早有传闻。 而且一个月前断仙谷之会的意外,虽然四派都不想多说,但还是有些风声传出来。 圣志派援英祖师的几个助击期弟子联手挑战五阶妖兽,好些人都隐约听过。 有些知道的比较多,更开始懊悔自己霸注码都下在石板身上,助击中期和助击后期并没有相差很多。 如果前者实战经验丰富,再配合上等法宝福禄,取胜并非绝无可能。 底缠上与石板相看两相艳,裁判一声开始,没有半句废话,马上动手。 石板是土木双灵根筑击多年,修为技高,实战经验也足,更有一件意外得来的上品宝器,厚土石藤边,闷不吭声一边直下。 场外的人只听到声如雷鸣,一股强劲无比的风声刮过。 场中的底缠上却如遭遇山崩地裂,几乎立足不稳。 藤黄色的长边,似乎要将这一小片空间连同它一并撕裂一般,势不可挡。 底缠上双掌一合,当即结出一个笑海漫山宴。 排山倒海的庞大水利与对方的分裂之力正面对冲,半点避让的意思都没有。 石板心中暗醒,直到这臭小子上了当,自己的修为本就高于他,更有上品宝器支柱,以利斗利焉有不胜之力。 他还没高兴完,忽然发现有些不对,双方法力正面撞击,并没有如他想象中的激烈。 看似狂猛的水势竟然一转结成一个巨大的漩涡,拉扯着他的法力与长边疯狂地搅缠起来。 石板一领,长边一斗驶出分水势,奋力摆脱漩涡水利抄底横扫,抑郁将底缠上释放出的法力拦腰切断。 这一下出乎意料,轻易成功,刚刚看着强大飞肠的漩涡竟然被他一边打散,无数水花似箭,当场将场中大片地方弄得像刚下过雨一样。 石板一点不觉得高兴,他有预感,似乎对方有什么阴谋在等着他。 底缠上的法力竟然能够凝练出真的水,而非仅仅是法力造成的一种幻想。 已经足够让他惊奇,不过他很快发现,他被底缠上耍了,那些水根本就是对方事先带在身上水囊配合法术洒出来的。 装神弄鬼,让你见识见识我的万法千变鞭法吧。 石板怒喝着挥舞长边,一时间场中布满重重边影。 本来光滑的长边,无端长出许多细小的尖刺,或直刺,或抽鸡,或铲卷各种各样的公式,将底缠上重重包围。 也不知哪个是真,哪个是幻,也无从抵挡。 底缠上从怀里掏出一大叠浮转抛洒出去,每张浮转都变成一只小小的手掌迎向边影做对弓状。 绝大部分手掌一碰到边影,边影就悄然消失,仅有一道边影当场将一只小手抽成碎片,那是隐藏在幻象之中的真正攻击。 底缠上哈哈一笑拔出一条长边甩了过去,它那条长边分明是十应率制作失败的一件普通法器,名叫缠绵边。 缠上带有极强的枯性,擅长吸附在敌人的法宝之上,因为没能完成其他功能,连下等法器都不太算得上。 两边相碰,底缠上的当场被震断成几节,不过大多倒是沾上对方的厚土石藤边。 它那些缠上带了些东西,见自己的手段成功,忍不住便得意起来。 它还没来得及催动法咒,忽然肩膀上传来一阵剧痛,它低头一看,一节黑褐色的鞭烧竟然冻穿了它的肩膀,一道血剑喷涌而出。 不但它,观众席上观看两人鄙视的鸡幽谷等人也都吓了一跳,忍不住站起身来。 石柏哈哈大笑。 地缠上气得半死,难怪它那么容易就挡住长鞭的攻势,原来那也是个幌子,还有一条鞭子在后面等着呢。 石柏长鞭一收,鞭上的道刺带了底蝉上的血肉抽出它的身体,不依不饶就要将它扫出台外。 珠珠紧张的手心全是冷汗,它知道鄙视凶险,但没想到一向那么厉害的大师兄竟然也会着了对方的道。 只希望大师兄千万不要有事啊。 厂上,地缠上已经来不及跳开,危急之中,它干脆就地一蹲,也不管什么难看不难看。 石柏宁笑着改变鞭士,向着它当头抽击。 许多观众都惊呼起来,正当所有人以为地缠上这次一定会被打成重伤,甚至横死当场的时候。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台上骤然电光闪烁,本来一脸得意的石柏忽然被大团光电包围,整个人剧烈抽搐起来,身上劈啪响响声不绝,头发眉毛倒树而起,惨叫一声倒在台上。 台上大滩大滩的水迹更助长了电力的威势,石柏连连惨叫着在台上翻滚挣扎。 露在衣服外的双手,头颈焦黑一片,几乎无法辨认本来面目。 地缠上捂着伤口倒退两步,哼道。 就你会暗算老子。 呸,老子把你垫成焦头朽木。 观众席上的人都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就见情势瞬间逆转,机忧古等却是知道师兄那条鞭子上十之八九附了紫电符一类,封印了强大雷电法力的符转。 石柏翻滚几下,终于抽搐着昏迷过去,他的几个同门醒悟过来,连忙带他向裁判认输,看台上买了石柏重注的观众们顿时哀嚎一片。 地缠上一口吞下一整瓶丹药补充元气,跟裁判确定过取胜之后,大摇大摆,走到机忧古等同门面前,突然咕咚一声,一头栽下。 猪猪匆忙伸手去扶他,只见他嘴唇哆嗦着,不知道想说什么,凑过去一听,只有五个字。 老子的零食。 如果不是担心他的性命安全,猪猪真的会笑场。 银子张一伸手将底缠上接过去,放到一旁的桌子上,撕开他肩上的衣服一看,流出来的血,色泽鲜红,却带了一股诡异的香气。 猪猪一抬头,见统帐派的人抬了石柏正宇离开,连忙扯扯银子张的袖子。 拦住他们,后土石藤边上带了石藤的毒素。 银子张挑了挑眉,也不见他有什么动作,就挡住了那几个人的去路,冷然道。 既要留下,否则你们一起留下。 那几个人虽然不服,可是想到石柏现在身受重伤需要救治,万一他出事,自己几个人也要跟着倒霉。 与银子张等纠缠,几方看似人多势众,但胜出甚至突围的几率都不高。 一番没来眼去后,终于幸幸然从石柏身上找出解药递过去。 猪猪看过解药没问题,才让底缠上服下,大概过了一炷香的功夫,他便醒了过来。 他右边肩膀被石柏的长鞭洞穿,手臂动弹不得,还很痛。 气得他把石柏全家上下的女性亲属都激情地问候一遍,最后恨恨道。 走,我们去找斗法堂的人要钱,花了老子那么多俘虏,还放了血受了伤,要不恨恨要回一边来,真是亏打了。 五个人一起走到帐篷外投注的地方,从脸色发绿的斗法堂弟子手上接过一共三十六万块零食的投注彩金加比赛奖金,当场分赃完毕。 每个人都喜动颜色,抵蝉上对斗法堂临时改变赔率,表示过愤慨,又对师弟师妹因他而赚钱发表了洋洋洒洒一大篇自我吹嘘的说辞,大家也难得的没有打断他的兴致。 兴奋过后,朱朱建议先把抵蝉上送回客栈养伤,等他好些了明日再一起来参赛。 抵蝉上却不乐意了。 都是老子留下留汗替你们赚钱,今日怎么也要让老子再赚几吧?反正老子不下场了,这点小伤算什么。 鸡幽谷摇头笑道。 除非是英律、老四或是我自己下场,其他人的助我可不敢下。 朱朱叹气,唉,我以为打劫抢钱危险,看见大师兄这样,我觉得在斗法堂赚钱也很危险。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抵蝉上高贵的自尊当即受到伤害,黑了脸,恶声恶气对朱朱喝倒。 老子哪儿危险了,老子现在不是活蹦乱跳的,危险的明明是那个什么石板,都被人横着抬出去了。 朱朱吓得躲到银子章身后,银子章冷冷地扫了他一眼。 你也是差点被人横着抬出去的。 他家的蠢猪什么时候轮到这家伙来大小声了? 老子是不小心。 生死相伯,你有多少机会不小心呢? 抵蝉上无言以对,银子章的话很毒但很有道理。 今日如果不是有几个师弟师妹在场,现在她的情况只会比十百更差。 她确实是太过大意,太自以为是了。 她拉不下脸在师弟师妹面前低头,哼一声,撇过脸不再说话。 本集播讲完毕,欢迎继续说。